男人因举报公司偷税漏税 被女老板百般羞辱 好在他是个成年人 忍了下来 但在被他羞辱的同时 被站在一旁的儿子看到 最终导致男人走向灭亡 老朋友围帮男人讨回公道 来到税收五局进行举报 涉事公司是OZ食品 案子已经过去快五年 距离调查期限只剩两天 五局组长东周毫不犹豫接下这个案子 没想到被三局组长截胡 东周没在怕的 让祖元惠灵带人先去OZ食品 房间内一男一女正在销毁证据 扔手机 烧毁文件 惠灵来迟一步 虽然他极力挽救 却也只拿到烧毁文件的一个小脚 其他的文件已经都被烧毁 他节目来到财务部 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所有账簿和文件全部蒸发 包括监控设备 看来OZ食品事先知道他们会来 另一面 东周来到总局想办法 总局此刻正在举办模范纳税企业评选会 OZ食品在候选拟单上 东周正准备冲进会场 惠灵突然打了电话 他们去迟一步 OZ食品好像知道他们回去 早已把东西转移 相关账簿都消失不见 这时三局组长突然赶到 夺走惠灵的手机 警告东周不要再调查此案 东周是那样听话的人吗 显然不是 他会一查到底 三局组长为何会来到这里呢 原来前一夜 惠灵去三局借用资料时 故意向三局透露了调查OZ食品的消息 东周要把三局也拉进这滩浑水 他猜到他们可能会失手 因为他怀疑三局和OZ食品勾结 举报者送来资料上有橡皮痕迹 根据五年前的视频来看 女老板手里也有账簿 和他们手中一样 那女老板是如何得到的呢 东周怀疑是国税厅 国税厅接到男人举报 又把账簿给了OZ食品 那个橡皮痕迹就是证据 国税厅职员在短时间内 要检查许多资料 会使用橡皮 有人在无意中留下了指纹 所以东周判定 被判举报者 协助逃税的内鬼 一定在三局 他要揭露那个内鬼 随后他冲进会议室 拿出五年前 因逃税举报被追查的 OZ食品职员的视频 视频播出后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东周提出 如果国税厅的人 不向企业泄露举报者身份 举报者也不会因此丧命 这时三局局长突然站起来 制止东周发言 OZ食品是三局官下 五局的人却详行冲进调查 但他却故意遗漏最重要的事情 五局在冲进去的同时 所有的账簿都离奇消失 而且今早账簿都还在 偏偏在五局人冲进五十小时 是不是说明国税厅的某人 事先走漏了风声 能接触到这个账簿 并可以事先得到调查内容 通知三局 那这个人至少是 组长以上的级别 三把手出面 称要同时调查两个局 而后询问东周 是谁让他调查案件 东周毫不犹豫的 出卖五局局长 五局局长也是有口难言 在开会前 他收到东周的消息 三局局长已经背叛了他 想到这里 他起身承认 称自己会接受调查 并请求调查三局全员 三局局长恼羞成怒 骂骂五局局长是个叛徒 这下彻底暴露了他的身份 案件还要继续调查 由于五局局长接手监察 一把手决定 让吴科长来当总指挥 这下把吴科长吓得不轻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 领命后迅速带着东周离开 距离案件调查 只剩不到十小时 他们得加快步伐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三局局长是内归 但东周刚才在会议室 找到了最明确的证言 五局局长是个机会主义者 他能在这个闲置上撑下来 必定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 如果被背叛 他会毫不犹豫地报复回去 东周给了他三局局长背叛的照片 他才会开始行动 只要一起接受监察 就能送走三局局长 因为他能猜到 无罪食品和三局局长的关系 所以东周才说那个命令 是局长下的 五局局长不得不背下这个锅 他的背叛 就是三局局长是内鬼最有力的证据 这时有人打断两对话 曾是监察局科长 应客长 应客长告诉两人 三局局长不可能是内鬼 监察局一直在观察他 不管是通话 财产 还是其他 他都和OZ食品没有联系 经东周证明闹 真正的内鬼藏得越深了 但在吴客长看来 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他们这样的人 最讨厌被调查 因为一查准出事 既然有东周这个傻子大闹一场 想必消息现在已经传开 那些被监察的对象 内心应该已经火急火燎 那些人都想结束这个局面 肯定会向监察局 提供自己持有的情报 这时 东周接到消息 惠灵找到拿走账本的人了 这是三局局长 朴科长 至于是不是三局局长 只是朴科长 应客长会全力调查 而且举报资料也必须交给他 OZ食品案件 现在由监察局负责 东周当然不会同意 但被吴科长拦了下来 应客长要调查此案 可以 但是如果没有处理好 后果由应客长承担 应客长回想起父亲警告 他父亲正视而发守 父亲要他先找到消失的账簿 然后熬过一天的时效 他不能让国税厅收到无能腐败的评价 刚接完电话 应客长就约上吴科长和东周 所以自然而然的拦下二人 夺回案件调查权 这个男人真够冤枉 帮领导送一次东西 竟然被当成背叛公司的内鬼 而且还被带到监察局接受调查 真是苦不堪言 东周质问吴科长 为何放弃调查 不等科长回答 组员带着证据回到组里 吴科长让组员将证据送去数据科取证 东周五礼拜 吴科长不是放弃调查了吗 吴科长给他上了一课 他并没有答应放弃案件 只是把资料移交而已 他们要找的是消失的账簿 那谁拿走财务资料都没有关系 而且他断定 朴科长不知道任何事情 事实也正是如此 朴科长也很冤枉 当天 三军局长和OZ石柄财务理事 玩高尔夫 说是要有物品代替金钱 他才去代送一下 而且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但三军局长也被抓到监察部 那账簿会在哪里呢 东周猜测 三军局长可能将账簿藏在家人身边 吴科长拿出三军局长家人名下的不动产 以及企业名单 让组员前去调查 监察局此时也非常偷偷 三军局长称 他和OZ石柄只吃了几顿饭而已 至于账簿 他并不知道 任何科长决定亲自会回他 在这之前 他拿走一包烟 见到三军局长后 让他出去抽脂烟冷静冷静 并贴心的为他送上外套 但三军局长来到屋外时 发现外套里有手机震动 来电的既然是监察科办公室 电话是印科长在给他衣服时放的 接通电话 印科长直接询问账簿在哪 三军局长提出要和二把手见面 他是为了二把手才沦落至此 可印科长却只想拿到账簿 以群众举报三军局长为由 威胁局长 让他在调查期限结束前 找到账簿 现在距离调查期限只剩五小时 吴科长他们却一无所获 时间在调查中一分一秒度过 而印科长也在等待三军局长的坦白 好在让他等到了 而后他通知了二把手 令他没想到的是 三军局长藏匿的不是什么账簿 而是高尔夫球 这个期化了印科长 与此同时 吴科长发现端宁 在外调查的东周和惠林也发现 拿走账簿的可能不是三军局长 惠林在去OZ视频时 曾拿到文件的一角 是一家快递公司的标志 手下经过确认 发现快递收件地址是五局局长的家 吴科长此时已经来到五局局长家中 他已经修好OZ视频想用销毁的手机 手机往某个号码打了很多电话 现在只要打那个电话 就能确定内鬼 果然不出吴科长所料 五局局长家中的电话响了起来 局长好奇吴科长是怎么知道 原来吴科长发现 东周提供的举报材料上 举报者的姓名是空缺的 而局长去追踪他们调查时 竟然说出了举报者姓名 吴科长猜测 局长应该是看到举报者来举报的场面 然后通知了OZ视频 通过快递将账本转移到家中 与此同时 组员也赶到局长家中 时间刚刚好 女老板也受到英文的惩罚 漆黑的夜晚 男人独自来到水手五局 寻找资料 男人正是东周 局长贪污被查 他却只找出与OZ视频相关的资料 他觉得像局长这样滴水不露的人 一定为自己准备了应对之策 水手五局被称之为垃圾厂 说明有很多反面追踪信息 但他们在搜加时 只发现和OZ视频的账簿 那局长办公室一定还藏着其他 东周果然在空调中发现藏匿的文件 内部腐败事件 舆论早晚会知道 二把手决定召开记者发布会 承认五局局长做的所有事 并把局长名字公布出去 想以一条泥丘搅混整个池塘的水 至于三局局长的事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不等他召开记者会 一个报社就已经出了报道 中国视听员工报OZ视频 逃脱1200亿 这让二把手慌得一批 与此同时 东周来找二把手 途中回想起 四年前是到永水公路车辆名单 以及父亲出事后 PQ公司所进行税入调查 并不是真的调查 而是在找某种东西 东周通过分析车辆 发现在父亲车辆出事旁 有一辆车突然忘了出来 车牌号为48F0818 但当晚通过那条公路档 并没有这辆车 因为该路段只有东侧监控器可以看 他猜测这辆车应该从西侧进去 在他父亲出事地点拿走东西后 又掉头从西侧出去 所以才没有这辆车的消息 东周发现这辆车竟然是二把手的 所以来到餐厅寻找二把手 隔天 吴科长来到监察局 和5G局长撞个正招 然后回想起以前 2014年 5G局长还是吴科长的手下 他们所调查的明珠店子出事 导致多人死亡 而当时身为组长的吴科长 只是帮明珠店子挡住倒闭的罪 并没有杀人 可5G局长却说是吴科长威胁他们 还将他们都杀了 手下人也集体诬陷吴科长 而这些手下 现在都已成为局长 知道是谁收购明珠店子 还知道有人利用这次税务调查杀人的 还有二把手 他选择抛弃吴科长 只能闭上嘴巴当杀人犯 但他有一个请求 有个女孩还活着 他希望二把手放过那个女孩 硬科长带人来搜索5G局长办公室 却发现已经有人先一步拿走资料 他知道是东周拿走的 东周也大方承认 想要资料就来做交易 两人说话间 突然有人冲进来 二话不说就要对东周出手 谁曾想打错了人 他要打的是5G局长 因为他通拿企业账簿向5G局长举报 他已经一年没有回应 回来看了账簿 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公司名叫今日信用 是专门做高利贷的 他曾看到过 借了公司80万的大学生 被人从楼上推下 他偷偷向警方举报 说他是目击者 但那孩子却说是自己摔下来 像是被洗脑一般 想来应该是被钱堵住嘴 男人觉得 这那金只有几十万 不能因为这些钱 让孩子们被打 之所以说孩子们 是因为公司全是贷了 小贷款的二十几岁的孩子 提起今日信用 大家的表情都不太好 因为在两年前 因为母亲为救患癌症的女儿 借了不少高利贷 后来因为还不上 抱着女儿一起自杀 今日信用手法恶毒 再加上是他们做的案件 所以大家都非常懊恼 东周把有关人士 勾结腐败的证据 全部交给三局局长 希望三局局长 能成为他的后盾 其中就有二把手 与集团勾结腐败的证据 三局局长不想任凭 东周摆布 偷偷拿出有关二把手的证据 将其余的全部交给二把手 并向二把手汇报 是东周把这些资料给他 让他做他的后盾 二把手心知肚明 知道是三局局长 把他的罪证拿走 警告他 在明早前把罪证交出来 三局局长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东周套路 尽管他一再向二把手喊员 二把手也没有理会他 其实东周当日去餐馆 并没有质疑二把手车辆的事 而是把二把手 估结集团的罪证让他看 并告诉他 一会儿三局局长 会带着一堆证据找他 如果三局局长 把所有证据都交给他 证明对他是百分百中心 但如果没有 那二把手估结的罪证 终会有一天变成公开的秘密 东周做这些 就是为了让二把手看到他的价值 让二把手把他留在身边 而且他也能让二把手继续升职 回想起这些 二把手笑了 追击者三四级到这就结束了 东周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进行全员大换线 为了得到他想要的 他必须晃动这些税务局长 国税厅的人已经全部腐烂 东周虽然有能力 但没有权力 如何进化国税厅环境 向二把手证明自己的能力 通过二把手来获得权力 只有拥有了权力 他才能一步一步完成 父亲毕生的事件 和黑恶势力斗争下去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